好,同学们,杨老师现在手里有一朵花 我现在教你们怎么做这朵花 这朵花看起来挺好看的 但是做起来呢,却非常非常简单 先看一下 我们做黄色和紫色好不好 你拿一张黄纸,做三个颜色吧 两张蓝纸 然后再拿两张紫色的纸 翻个颜色,都有点颜色好看,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纸叠齐 然后我们就开始卷 这样一下 然后再翻过来,卷上来一下 然后再翻过来,卷上来一下 老是这样卷 那以后你就习惯了 这样卷 这样卷 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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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拿四到五层才行 卷好了以后呢 卷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它 拿一个Pipe Cleaner 在这里给它夹住 看啊 在这里夹住 要使劲 左边和右边一样长 它刚好到中间 这样才好看 要不然一边花瓣长一边花瓣短 不好看 现在是不是在中间 差不多是在中间 然后拿这个 使劲 拧死 拧得很紧很紧 好 现在呢 这个花瓣就拧好了 拧好了以后呢 拧好了以后呢 开始我们就往上 拧这个黄色的纸 苗老师这样 这样的呢 就是纸是这样平的 如果你想把它做得更好看一点 好玩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尖尖给搅一下 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搅出一个尖尖 这样出来的花瓣会更好看 不需要你看一下 轻轻的拧起来 不要太使劲 再拨第二层 一层一层拨 一定不要一次拨两层 或者三层 一次拨一层 轻轻的拨 手要特别特别的轻 再拨第三层 哦哦有一点失货了 你们要小心一点 第三层 然后再拨第四层 这个还是从边上拨 对不对 找到一个尖尖 然后一点一点的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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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好不好 打开 多多层 所以要使劲点 拨的时候要小心 要把那边的花给拨 好 现在开始拨 第一层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二层 然后是第二层 诶 拨到了 第三层 第三层 这个要花好多的时间 花好多的 非常非常小心 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第三层 诶诶诶 你看它 它还老跑 轻轻的不要拭 不要太拭 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三层或者四层 两层不太好看 你看 现在我们这个花呢 就做好了 然后你再给它调的 漂亮一点 对不对 用一个好的办法来调 把它忠忠地放到上面 它怎么都好看 对不对 好看不好看 我挺喜欢的 我真的挺喜欢的 我真的挺喜欢的 很高兴 好了 好了 如果你想把这个花给放下来 下面这两层也可以放下 对不对 都好看 就能都好看 自己做的东西就好看 哦 真像 好 现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了 来拿一张红纸放在上面 可能看得更清楚 哦 很好看 对不对